时间过得很快 发布一年的RedmiBook Pro 15迎来了升级 我手上的这台就是全新的2022款 这台电脑首发搭载了i7-12650H加上RTX2050显卡 在配置上相比上一代的4核H35加上MX450 可以说是飞跃式的提升了 那么这台散热重做 配置升级的RedmiBook Pro 15表现如何呢? 看完本期视频相信你能找到答案 我们先来看一下配置 CPU是12代的英特尔酷睿移动处理器 型号是i7-12650H 10核心16线程 显卡是NVIDIA入门光追独显RTX2050 最大功耗60W 内存为板载16GB双通道LPDDR5 5200MHz 固态硬盘是群联主控 512GB容量PCIe 4.0×4速率 屏幕是3200×2000分辨率 90Hz刷新率 100%sRGB色域的IPS屏 相比去年升级到了400nit亮度 参考售价打在屏幕上了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外观 2022款的外观和上一代改动并不大 整机用了CNC一体成型工艺 做工表现不错 变化比较大的是接口 左侧是雷电4-HDMI-RMIC 右侧是USB-A-USB-C-SD读卡器 接口数量有些偏少 再加上电源需要占用一个位置 如果有比较多外接用途的话 只能使用扩展物作为辅助了 不过有一点我还是非常喜欢的 就是它采用的读卡器 但因为我们手上这张UHS-2的卡 实测能够跑到250Mbps 表现非常不错 对于剪视频修照片的用户来说 应该是个福音 整机的厚度为15.2-17.9mm 重量1.79kg 在全能本里属于正常体型 但由于功耗要求提高 适配器呢换成130W的三段式 重量484g 对于旅行重量有一定的影响 OK 下面进入实测环节 首先是屏幕 RedmiBook Pro 152022用的同样是一块 3200×2000分辨率的IPS屏 刷新率90Hz 标称色域100%sRGB 它的实测色域容器为95.8%sRGB 色域覆盖为95.7%sRGB 色准平均调它以0.82% 最大2.73% 表现不错 最大亮度为449.6nit 全亮度DC调光 黑白响声间18.66ms 灰机为29.07ms 延迟比电线屏稍要高一些 这块屏幕我们去年就已经测试过了 整体表现的在同价位属于佼佼者了 今年不仅亮度提升 平均调它也调得很好 标称小于1.5 我们实测下来小于1 是同档位里素质第一梯队的屏幕了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性能 CPU部分 RedmiBook Pro 152022搭载了 Intel D12的移动端H45 型号是i712650H 这颗CPU我们也是第一次测 规格部分工艺采用的是最新的Intel 7制程 拥有6个大核4个小核 一共16线程 大核单核最高频率4.7GHz 全核4.4GHz 小核单核最高3.5GHz 全核3.3GHz 三级缓存24MHz 跟i71270H相同 我们先来看一下跑分 154R20循环 首次得分5346分 后续平均在5100分左右 跑分过程中 i712650H第一次先跑到了87W 随后功耗缓慢下降到60W附近 之后每一轮都会先跑到65W左右 缓慢下降到56W 大核平均3.4GHz左右 小核2.8GHz左右 单核部分 R20的单线程分数691分 与i712700H接近 相比上一代处理器有不小的提升 同样 这个处理器我们也进行了定功耗测试 在45W的情况下 R20多线程分数为4389分 低于i712700H的4863分 如果把功耗压低到25W R20为3227分 仍然高于同功耗下的i511300H 性能相比上一代的提升还是很大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张新显卡RTX2050 它采用的是G107S核心 Cuda数量为2048个 显存为GDDR6 容量4GB 位宽座的阉割 只有64B 等效显存带宽是14Gbps 在Redmi Pro Pro 152022上 这张RTX2050的最大功耗是60W 由45W的基础功耗和15W的动态增强组成 实测3DMark Time Spy 3993分 FSE 4846分 教室1080P 2196分 综合性能介于50W的1650Ti和60W的3050之间 那么这台电脑的实际性能表现是什么水平呢? 我们通过生产力和游戏测试来考验一下 Adobe 3000套 Photoshop 937分 AE 833 PR 644分 因为12650H的单核性能不比12700H弱 所以说PS和AE的分数不相上下 但是PR的分数会比传统游戏本略低一些 一方面是2050显卡的性能稍弱 4GB显存应付高分辨率视频剪辑会比较吃力 另一方面 i7-12650H的核显比i7-12700H少了一个边解码的引擎 在视频解码回放部分表现会差一些 游戏方面 Dota 2全特效录像播放 原生分辨率下只有67.7帧 CSGO Benchmark 197.4帧 Apex英雄44.9帧 可以看到就算是一些主流的网游 原生3K分辨率对于2050这张显卡来说压力还是太大了 我们把分辨率降低到1080p 这个时候Dota 2 144帧 CSGO 403.8帧 Apex英雄111.2帧 表现流畅了很多 单机游戏也是如此 3K分辨率下压力太大了 降低到1080p后帧数能提升很多 这台电脑本身不是游戏本定位 大型游戏也不是这类笔记本能玩好的 这台电脑在游戏方面 玩一些轻度的网游还是可以的 下面进入拆解环节 Redmi Pro Pro 15 2022的拆解方式比较简单 卸下底面的全部螺丝 用吸盘即可取下后盖 内部和上一代相比变化很大 下方是电池 容量72Wh PCMark10的现代办公测试 续航时间为7小时43分钟 内存为板载双通道不可更换 规格为LPDDR5 5200MHz 容量16G 实色跑分看图 带宽相比4800MHz的DDR5更高 但是延迟表现一般 固态硬盘在内存旁边 原装的容量1512GB 型号之前没见过 采用了群联主控 应该是OEM定制款 支持B31400×4速率 实测性能看图 跑分过程中出现了降速 由于我们拿到的机器是工程样级 背面没有导热贴 而实际量产的机器 底盖会有导热贴覆盖 所以说个人猜测 应该是硬盘温度升高导致的降速 另外 它出款后的写入速度为100多Mps 对于大容量读写应用来说不太友好 上方式散热模组 由双风扇加三热管组成 两根热管串联了CPU和显卡 剩下一根热管负责供电部分的散热 我们通过实测来看一下它的散热表现 室温25摄氏度 单烤FPU H12650H96度 封装功耗55.8W 计算核心功耗54.6W 大核3.3GHz 小核2.7GHz 单烤显卡 RTX205063.7度 功耗49W 频率1740MHz 关闭8倍抗拒指后 温度68.5度 功耗60W 频率1612MHz 双烤CPU87度 封装功耗35W IE功耗33.7W 大核2.6GHz 小核2.4GHz 显卡74.3度 45W 频率1570MHz 噪音方面 在31.5分贝的环境下 双烤时的人位噪音为51.3分贝 比一般的全能本声音略大一些 表面温度部分 键盘最高温区域出现在了核心位置 键帽最热为48.6度 温度偏高 简单小结一下散热 2022款的RedmiBook Pro 15 在性能释放方面进步明显 单烤55W 双烤35W加45W的表现 相比去年进步很大 对于一台15.2-17.9mm厚度的笔记板来说 这个成绩已经是这款模具的极限水平了 看完了视频的全部内容 相信对这台电脑有一定的了解 按照惯例这里总结的三条约缺点供各位参考 先说优点 第一 散热升级 性能释放进步明显 2021款的Pro15采用的是H35处理器 加上MX450显卡 散热表现不佳 这一代用上了10Hz处理器加上RTX显卡 不仅配置升级 散热也做到了整机80W的性能释放 进步不小 第二 屏幕素质不错 这款屏幕采用了3K分辨率 加上90Hz刷新率 亮度 响应时间的表现 也会比一些同定位的全能本稍好一些 色质表现相当不错 虽然没有OLED和广色语 但是对于日常影音娱乐甚至修图 它基本上都能胜任 第三 读卡器读写速度快 Pro 15 2022度卡器配合高速SD卡能够跑到250Mbps 对于有考卡需求的用户来说非常实用 聊完这台电脑的优点 再也要说一下它的缺点 第一 外部接口数量较少 这台电脑整机有2C加1A 看着不少 但是电源需要占用一个C口 相当于只有1A加1C 对于一台大尺寸全能本来说 着实有些不太够用 第二 高负载下表面温度较高 虽然新一代Pro15的散热表现进一步了 但是高负载下表面温度并不低 中间核心位置 键帽最高温度都接近50度了 键盘隔热问题确实应该重视 第三 电源适配器变现性下降 去年RedmiBook Pro 15 2021款 搭载了100W的两段式充电器 使色重229g 如今2022款的配置性能增强 电源适配器也换成了三段式 功率增加到130W 重量也提升至了484g 对于一台主打轻薄的全能型笔记本 电源适配器重量也需要考虑在内 这算是性能提升的副作用 在我看来 RedmiBook Pro 15的升级还是挺有诚意的 12代处理器的单核性能提升 在PSAE这种创业类工作上的优势很大 2050作为一张入门级的RTX卡 从功耗和性能的角度来说会偏弱一些 不过相比1650太有提升 那倒也不为过 至少比今年的其他新鲜卡要好多了 处理一些简单的图形任务没差压力 总而言之 RedmiBook Pro 15 2022 无论是从性能还是散热都做了大幅度提升 80W的性能释放在同类产品中很强 在目前的RTX2050新品阵营里 这是很有竞争力的全能型笔记本 这台电脑我推荐给那些 对于屏幕素质有要求 且需要笔记本有一定的性能 又在意机器便携性的用户选购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喜欢的话不妨来个长安一键三连支持一下我们 如果您想每天都会有一起互动 可以关注笔8评测室的官方微信公众号 我每天都会在里面聊一款电脑 这台电脑或许良心或许坑爹 但我们的目的就只有一个 交流买本心得帮助电脑小白 这是笔8评测室 我是猪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